男人按照公厕里贴的小广告找到了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但没想到从麻醉中醒来之后 不仅发现自己的一个肾没了 钱也全都被骗走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犯罪片 我要复仇 龙雅哥从小跟姐姐相应为命 姐姐为了他放弃学业 以供他在龙雅学校学习美术 但厄运并没有放过他们 姐姐在打工期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 龙雅哥想把自己的肾移植给姐姐 但由于不匹配只能作罢 有一天龙雅哥在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了贩卖人体器官的人员贴的小广告 为了给姐姐换肾 龙雅哥只能退学在一家工厂里打工 可命运再次捉弄了这个不幸的人 单位给了他一千万安抚金之后就把他给辞退了 龙雅哥以前在学校交了一个叫娜娜的女朋友 娜娜是一个左翼激进分子 也是无政府主义革命同工的骨干力量 眼瞅着姐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龙雅哥根据小广告上的电话 跟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联维上 龙雅哥拿出自己的一个肾盒一千万安抚金 换取一个能跟姐姐匹配的肾脏 但这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言而无信 把龙雅哥的肾盒钱全都骗走了 更悲催的是 这时候医院通知龙雅哥 他姐姐的肾源找到了 龙雅哥现在只要拿出一千万 一个礼拜后他姐姐就可以换肾了 龙雅哥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告诉了娜娜之后 当场就遭到了这个激进分子的一顿阻打 然后娜娜想出了一个快速搞钱的办法 那就是绑架龙雅哥工厂厂长的孩子 他俩先是在老板家附近观察 在确定了目标之后 采取引诱的办法 成功的将厂长的女儿小甜甜骗到了家里 小甜甜在龙雅哥家里玩的非常的高兴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绑架了 为了尽快拿到赎金 龙雅哥故意逗哭小甜甜 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寄给了小甜甜的老爸老宋 老宋收到照片和勒索信之后是心急如焚的 自打老婆出车祸撒手人寰 女儿变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老宋没敢报警 而是带着赎金前往交易地点 为了防止老宋耍花招 娜娜在后面一直悄悄的尾随着 老宋刚来到交赎金的地方 就被龙雅哥给偷袭了 龙雅哥拿着赎金高高兴兴的回到家 他本以为这下姐姐有救了 可没想到他姐姐发现了 他绑架小甜甜的计划之后 居然一声不吭的自杀了 姐姐自杀的目的也是不希望再拖累弟弟 姐姐临死前给龙雅哥留下了一封遗书 希望他悬崖勒马赶快把小甜甜送回家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死了 龙雅哥痛不欲生了 他开车拉着小甜甜和姐姐的尸体 来到了郊外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当他正在掩埋姐姐尸体的时候 附近的一个傻子过来凑热闹 傻子看中了龙雅哥送给小甜甜的项链 想据为己有 但是被小甜甜已发现了 小甜甜下车在河边玩 一无留神掉进了水里 小甜甜大声的呼救 但由于龙雅哥听不见 小甜甜最终被淹死了 这下龙雅哥懵圈了 为了逃避罪责 他扔下小甜甜的尸体 开着车跑了 警察很快发现了小甜甜 老宋抱着女儿的尸体是放声大哭 他发誓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鉴于小甜甜曾经在龙雅哥家附近出现过 因此警方开始在周边挨家挨户的调查 由于龙雅哥已经提前搬走了 警方和老宋等人也没找到任何的线索 这时候老宋想起了之前被他开除的一个工人 认为这个工人有很大的嫌疑 警方和老宋来到工人的家里 发现这一家人因为生活窘迫居然集体自杀了 看着满屋子的尸体 老宋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如果不是他开除了这个工人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不死心的老宋再次来到了龙雅哥家 他拿着照片一对照 发现这里果然是藏进自己女儿的地方 这时候隔壁传来了收音机的声响 原来龙雅哥曾借助电台给姐姐写过一封信 主持人在节目中把新的内容 念给了龙雅哥的姐姐听 非常的感人 姐姐自杀之后 龙雅哥似乎又跟电台联系过一次 说是自己害死了姐姐 人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要说老宋的确有当神探的前置 他居然能把这件事跟绑架他闺女联系上 难怪在第二年的杀人回忆中 饰演了一名警察 老宋来到电台了解情况 更加神奇的是 龙雅哥还把自己画的画留在了电台 其中一幅画居然是他埋葬姐姐和小天天 被淹死的场景 编剧你是江郎才进了还是潜力气穷了 但凡脑子正常点人能看出这种事 老宋一看 这不就是发现自己女儿尸体的地方吗 于是马不停蹄的返回了案发现场 并在不远处发现了龙雅哥姐姐的尸体 这时候那个傻子在导演的安排下及时出现了 老宋在傻子的脖子上 看到了他闺女曾带着那双项链 跟照片上的一对比 老宋马上明白怎么回事 不仅如此 这个傻子还准确的提供出了龙雅哥的车型和车牌号 哎呀 第一轮行讯逼供之后 娜娜叫的外卖刚好到了 估计老宋这两天也没怎么吃饭 狼吞回忆的把娜娜的外卖给吃 娜娜警告老宋自己可是有组织的 无政府主义革命联盟里面的成员 各个心狠手辣 劝老宋实际点赶快把自己给放了 此时的老宋早就泯灭了人心了 一听娜娜居然敢威胁自己 马上就开始了第二轮的电刑 娜娜最终没能扛住老宋的折磨 供出了龙雅哥的藏身地 但老宋最后还是没放过他 当龙雅哥来到娜娜的家门口的时候 才意识到出事的 龙雅哥开车来到老宋家附近 准备守株待兔为娜娜报仇 但此时的老宋已经来到了 龙雅哥临时租住的地方 天黑之后 龙雅哥一看老宋一直没有出现 只好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他透过窗户一看 发现老宋居然在自己的屋里睡着了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龙雅哥决定来个突然袭击 把老宋给干掉 但他可不知道 老宋这个一击电弓 已经把电接到了门巴手上 龙雅哥一开门 当场就被电的硬邦邦了 天亮之后 老宋带着龙雅哥来到了 他闺女被淹死的地方 手刃的这个害死自己女儿的家伙 随后老宋把龙雅哥大卸八块 打算挖个坑给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了几个绝非善令的男人 这几位就是娜娜所述的 无政府主义革命联盟的成员 咱也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找到这儿 老宋一看对方来着不善也不敢怠慢 但双拳难敌四手好狼家不住群狗 最后被这帮人七手八脚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如果要想把钱赚 一记棒身最关键 命运掌握自己手 到哪都能混口饭